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张律师栏目 在疫情之后 公司到底应该如何转型呢 今天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将为大家介绍这个问题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 我听说最近您花了大价钱 请了很多专业的室内装修专家 还有一些公司顾问 来和您一起讨论 说这个公司到底应该如何转型 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您觉得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有 我觉得我们讨论过后 以21世纪的这些公司 往后都需要有几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其中之一是这个executive suite 原本当律师你想都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桌子 然后客人坐在你面前 然后你很威武 很多executive也是像这样子 那这非常传统的一个模式 你是expert 他们是你的这个subject 然后你的员工也是坐在你前面 那整个这种气氛呢 就是让别人感觉 他们非常小 你非常的大 但是在21世纪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这个整个这个会转型 你不需要一个这样子的这个environment 客人也不会喜欢 你的员工也不会满意 老板觉得自己多么的伟大 做这么大的一个这个desk 员工说我辞职就辞职 你想要留也没办法留 全部都是他们在做的 你反而变成是一直在求他们留下来 对不对 所以往后 每个人领导的这个桌子 并不是像传统的那个样子 而是应该比较inclusive的 所以虽然我们 前几年才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桌子 我们马上打掉 然后重新变成一个 比较像family room的environment 爸爸妈妈小孩子 坐在一起这种圆桌 来一起来discuss这些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虽然非常心痛 但是是值得的 因为自从改变之后 现在很多人都常常到我们办公室 一起来discuss 原本大家都常常远离我而去 现在都是常常到我们办公室 所以这个改变 其实已经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了 所以就是说在以后 您更加注重的是一个团队协作的工作 是吗 是的 其实原本就是 只是我们每次要discuss 都是要出去到我们conference table 或者是站着discuss 那我的办公室呢 大大的 但是反而比较少人用 那我觉得这非常浪费 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办公室 所以就很下心来 把自己的这个办公室给砸掉 然后换成一个另外一种这种模式 让大家非常温馨的 可以团聚在我的办公室来discuss 所以这是第一个很大的改变 张律师您刚才说 您把之前的非常大的办公室给砸掉了 换成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模式 我非常好奇 这个温馨的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有咖啡桌吗 有很多沙发吗 有圆桌吗 你刚刚所说的全部都有 只要在你的工作离你不远的地方 一定要有一个地方 大家都可以团在一起 然后去discuss 所以我们的war room 就是做困难案子的房间 我们有一个大桌子 大家都可以一起坐在那边discuss 我们现在天天都过去 都会先在那边聊怎么样做案子 所以那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也有这些沙发 可以阅读这些书 因为我们常常做案子 需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所以需要一个很comfortable 像library的一个房间 说到阅读 我自己个人读书的时候 喜欢喝饮料 喜欢吃东西 所以我们有了四个 这个那个refrigerator 在办公室 所以随时到地 你都有饮料可以喝 然后读书 然后做案子 咖啡机当然有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原本这个这些桌子呢 比较很挤的 我们把它变得比较宽松 然后我的大桌子 原本是我一个人占领的 现在把它打掉 大家都可以一起引用 这是第一个最大的改变 第二个改变呢 是你在公司 每一个每家公司 以后都需要有很好的这种视频 对不对 不管是在YouTube上 或TikTok或微信 很多都是跟客人这种交流 所以已经不是说 客人上门到你的办公室 而是你需要有一个好的视频 所以每一家公司以后 都需要有一个这个studio 一个可以去录影的这个事 那需要一个这个studio 包括所有的灯 所有的那个soundproof 然后那个引用都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个上面 也花了非常多的心血 我觉得张律师 真的是走在时代的前端 很多事情都提前不绝了 跟着趋势在走 张律师听起来 我觉得您真的是 走在时代的前端 很多东西都已经进行了提前的布局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两点改变 还有什么其他的改变吗 有 这个可能是最大的改变 因为疫情 大家都习惯在家里工作了 对不对 那很多的员工 不管是现在 或者是以后 都想要在家里工作 包括我自己也想要在家里工作 对不对 但是以后也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有些员工他想要来公司 有些员工他在公司有办公室 但是他不想要来公司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综合 让所有的员工都可以进来公司工作 有公司的这些所有的amenity 有所有的帮助 他们想要好好的把事情做完 来公司做 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离开 一个礼拜不上班 就在他们去飞去其他的国家 在其他地方上班 最困难的地方是怎么样 把这两个并在一起 让所有的员工都可以进来办公室 他们有紧急的案子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公司里做 因为这印表机也好 电脑也好 所有东西都非常的棒 然后也非常舒服 然后也有团队来帮忙 所以做事情效率非常的高 但是偶尔也可以离开 然后在其他的地方 他们在vacation的时候 可以一个礼拜在下位 在作业 所以这两个 怎么样把它并在一起 要是你全部的员工说 好你不上班了 我们也不给你桌椅 你就在自己在家里工作 这也不好 效率也会可能会比较降低 那他们也会 也可能会辞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做出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转型 所以在这个的过程 我们想了很多 把公司呢 原本有些六七个station的 把它打成 变成只需要四个 为什么降低呢 因为进来的人 就坐在那边 那偶尔他们也可以离开 让其他人过来坐 所以变成一个 flexible的这个station 我们做了很多 甚至有一个房间 原本是让我们睡午觉的 我们把那个午觉的房间呢 改成一个 full function studio 就感觉好像自己在家里 有一个很舒服的那个沙发 但是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working station 还有电视 这样子远程的员工呢 随时都可以进来 在那个房间做事 或者是我们的客人 有的时候飞过来 跟我们配合协助 他们也可以在那个房间 非常舒服的 自己在这边工作 没有人会打扰他 有点像是在自己家里工作一样 但是比自己家还好 好 今天非常感谢张迪凯律师 为我们介绍公司转型的问题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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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